大家好 今天是5月22日 星期五 市況明顯是轉弱 事實上整個大市已經升到今月的高位 不單只是形態上 技術上都是稍微不利6月初 市況表現 先看指數 早市恆指先低開524點到23756點 由此刻開始 整日市場反覆低迷不斷向下限 最低的指數一同見過22878點 即是此刻指數跌了1349點 末段稍微有少許篡定 收在22930點 也是跌了1349點 更重要的是 第一 指數不單止跌穿12、15、10天線 而是跌離了 看看10天線 現在在24,059點 相對現指相差1,000點 20天線在24,086點 亦相差1,000點 50天線在23,804點 相差800多點 換句話 今次跌破是真的跌破 更重要的指數跌穿了今月4日的低位 23,584點 亦跌穿了4月22日的低位 23,483點 形成了一個裂口低位之後 持續下限的勢頭 最後指數 剛才提到 是收在22930點 跌至1349點 成交金 今天就撞了 即是沽額是重的 有1800多億 1800多億 技術上來說 由於大市跌深了 變成要憧憬 5月份的市場有沒有機會 怎樣走上去 暫時來說 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了 因為下星期回來 已經是面對期止 轉創和結算 事實上只剩下5個交易點 我不覺得會有什麼 戲劇性的場面出現 只不過 今天跌得這麼深 會不會有些 技術上的反彈 剩下來 要帶出一件事 因為好倉大戶 在今天之前 仍然主導一個大局 突然之間 在被沽額 零壓之下 而出現一個 裂口低開息的下跌 某程度上來說 在今天之前的買盤 全部被捆鎖了 如果有一部份 資金 如果是 覺得情況不對版 還是要減減 或者反過來做 不排除 未來一段時期 市場都會略為反覆 5月份本來不是窮 但今天跌得這麼大的幅度 而且有機會 穿得下跌 到底窮還是不窮 那就要看看 如果拿著一些股份 在高台上 突然之間 那股市下跌 其實真的蠻窮 好像康熙樂 昨天單日 跌了90元一股 雖然之後有些少少 技術上的斷定和反彈 但始終和早日的勢頭 不斷向上穩高位 是完全兩件事 至於其他的股份 都很無奈 好像騰訊也跌到412元 阿里巴巴也跌到198元 但大家有沒有發覺 即使騰訊那麼受壓 都是在400元樓上 阿里巴巴即使是反覆 都是咬著200元的水平 即是說一部分的資金 是會再度咬著一些大數據相關的股份 作為一個部署 所以指數又指數的下跌 我自己看大數據股份 仍然會優於大市 甚至乎瑞星科技 跌了40元 但都是抓著39個白局高台 如果拿一些大數據相關股份 和傳統的股份來比較 大家會發覺得到 像匯控一樣 已經創了一年的新低 相對來說 阿里巴巴在200元 騰訊在400元樓上 甚至乎平安好醫生 有一點反覆 都是咬著100元 明顯看到 資金已經逐步逐步 由傳統股份 放進去大數據相關股份身上 我想這個情況 往後都不會改變 起碼一段時期不會改變 今天下午的分析 收視訊分析便回到這裏 好看 跟蹤 無緣